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 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 他服从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众口同生都明认基督耶稣为主 以光隆天主圣父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私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上面 上主 求你垂怜上面 上主 求你垂怜上面 上主 求你垂怜上面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您为了在我们身上取足恶魔的实力 甘愿让你的圣子接受十字架的苦行 求你赏赐我们,也获得光荣复活的恩寿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中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拥抱 阿们 宫读伊萨伊亚新知书 吴祖善祖赐给了我一个受教的口舌 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 祂每天清晨唤醒我 使我如同学徒一样细听 吴祖善祖开启了我的耳 我并没有违看,也没有退避 我将自己的背给打击我的人 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无须的人 面对污辱和拓污 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 因为无主上主援助我 所以我不以为羞耻 我绑着脸像一块碎石 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污奴 那给我圣约者已经来了 谁要和我赠送 那我们一起到法庭去吧 谁要和我作对 叫他到我这里来吧 请看,有无主上主为我辩护 有谁敢定我的罪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允我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允我 上主,我为了你饱受轻骂 害得我满面修长 弟兄把我思维过路客 同胞拿我当作陌生了 我对你的圣地满怀乐成 而自心力交瘀 努骂你的话都落在我身上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允我 请你使我心碎 耳自精品力尽 我期待能的同情 却举目无亲 我渴望能的安慰 却事故无能 他们拿苦挡给我当食物 我渴得他们敬给我 双处 天主,你是慈爱的 求你扶允我 我要以诗歌赞美天主的圣名 以称谢宣揚天主的尊敦 清悲的人看见 必要欢欣鼓舞 你们要寻求天主 必会满心喜乐 因为上主惨 天主,你是慈悲 联敏,贫困的人 从不忘记他被求的人 天主,求你慈爱的 求你扶允我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基督,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我们的国王万岁 你听,听宠父命 好像带载了驯服的羔羊 并能牵去,钉在十字架上 天主圣言 愿光荣归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这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十二门徒之一 就是伊斯加利人尤大司 去见司队长说 我把耶稣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 他们约定给他三十块银钱 此后 他便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出 五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问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 在哪里为你 准备余月节的晚餐呢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见某人 对他说 老师说了 我的时辰尽了 我要和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举行余月节 门徒就照耶稣所 吩咐地做了 准备好余月节的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门徒 一同吃晚餐 用饭的时候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 要出卖我 他们都非常幽闷 便一个一个地 争论耶稣说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那和我一起伸手到盘子里的人 要出卖我 正如经上所说的 人子固然要离开世界 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个人 却是有祸的 如果他没有出生 为他更好 那要出卖耶稣的尤达斯 这时也问他说 老师师我吗 耶稣对他说 你说得对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教我们的名义 今天是圣州星期三 那么在圣州星期一的福音当中 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尤达斯 那么尤达斯呢 他说啊 为什么不挂着香叶去卖三百块德纳 试试给穷人呢 那么在圣州日的福音当中 也提到了尤达斯 那么耶稣说 我占这块饼递给谁 谁就是那个要出卖我的人 那么他递给伊斯加利人吸满一块饼 然后呢 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 也提到了尤达斯 尤达斯呢 是十二宗徒之一 那么呢 他去建斯基党 把耶稣交给他们 而且给他们约定 给他三十块银钱 耶稣基督对出卖他的人 做了一个预言说 耶稣说人子固然要安静 他说记载的儿去 但是卖人子的那个人 是有祸的 那人若是没有生 为他更好 在圣经上 耶稣提到有些人是有祸的 耶稣提到的有祸的人是谁呢 就是指金师 法利塞人 耶稣讲道理的时候 很多次说 祸灾你们金师和法利塞人 提到很多次的祸灾 说你们是有祸的 同时呢 今天耶稣也说了说 出卖他的那个人 尤大师也是有祸的 但耶稣基督知不知道 尤大师要卖他 耶稣完全地知道 而且耶稣还提前就做了预言 那么尤大师听到了之后呢 也没有悔改 耶稣明明地说 我占一个名给谁也谁就是 而且尤大师也问耶稣说 老师是我吗 耶稣给他说 你说的是 耶稣明明知道 尤大师要卖他 耶稣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没有采取任何的预防 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手段 他也没有告诉佛多路说 你们要知道 尤大师要卖我 你们在什么什么时间的时候 要把他给拿下 或者堵住他的口 或者把他给咔嚓了 没有 反而的话呢 耶稣却甘心地顺服天赋的执意 他完全地接受尤大师要卖他的这个事实 而且来讲 他还扯尤大师为朋友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去做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啊 真的是 他对那些出卖他的人 他是如此地理解 如此地体贴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体贴是加双一号的 那么在这里呢 同时我们也知道 耶稣对于波多路啊 也是这样的态度 他也知道波多路要三次不认他 而是耶稣提前还给他提醒了 说你要三次不认我 那么呢 在山远祈祷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四弟掌门去捉拿耶稣的时候 波多路这个时候很勇敢的 逃出一把刀子 咔咔就把这个马尔河的耳朵 是大师弟的一个仆人 就把他的耳朵给砍掉了 这个时候耶稣却没有说 你干得好 把大师弟砍了才好 没有 明天这时候 我都这么勇敢 是替耶稣报仇 但是耶稣却说 把你的剑收给翘了 父给我的背 我怎么能不喝呢 如果我要给这些司弟掌 监事们算账的话 难道我不能够求我的父 派遣十二军的天使来消灭他们吗 所以耶稣是大有能力的 但在这个时候 却一点能力就没有使用了 反而波多路他们 如果能维护他 他还斥得了波多路 而且他还把敌人的仆人 马尔河的耳朵给治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知道尤大师要做什么事情 他也知道波多路是什么新意 会背叛他 他都知道 但是呢 他却完全地顺服天主的旨意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 第二点呢 我们也看到 耶稣自己是有理的 耶稣自己并没有犯错 他也没有真正的说是做了特别的 是哪里的 是违背犹太教的规矩的事情 他司机长仍然要判他死刑 那么耶稣基督呢 这个时候呢 仍然是顺服 第三呢 我们也看到 别人有罪的时候 这个尤大师和波多路是有罪 耶稣呢 也没有这个时候给他们算账 反而是体现他们 谅解他们 顺服天父的旨意 同时 还是别人有罪的时候 这个司机长啊 京师啊 这些人来讲的话 是当时犹太教的精英 这些人的话呢 本身来讲 他们是敬畏天主的人 但是呢 他们却容不下天主之子啊 所以他们本身 在耶稣眼中 他们是有罪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呢 却没有告诉他的宗族们说 等我复过之后 或者等我被定了之后呢 宗族们 你们要去找私底章 找京师们去算账 没有 同时他被伤害的时候 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呢 不断地在顺服天主的旨意 他并没有让他的宗族们 跟随他的人 起来反抗 反而说 难道我不能够派十二军的天使 他有如此大的能力 却没有使用 同时呢 他是被误解的时候 他也忍辱负重 忍耐和理解 误解他的这些人 所以你看啊 耶稣背着十字架 要上加尔巴列山的时候 有一些妇女 这些妇女真的非常坚强 非常的勇敢 他们把这些人 剥开之后呢 到耶稣根前 他去安慰耶稣 这个时候呢 他们用一个手帕 让耶稣来擦面 我们知道 耶稣为了报答这个人啊 所以呢 就把自己的面 印在这个手帕上 这个时候啊 耶稣啊 背着十字架 受苦受难 鞭打得不像个人样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都感觉到自己委屈 都感觉到自己受苦 都感觉到自己受苦 都感觉到别人能够安慰自己 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呢 不但没有去接受那些妇女的安慰 反而去安慰那些妇女 说你们俩不要为我而哭了 他被变成这个样子 背着十字架把他叫定死了 别人痛哭流泪 别人可怜他 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说 你可怜我还不够呢 你要多同情可怜我才对 耶稣基督却没有这样 耶稣基督说 你们不要为我而哭 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女而哭啊 他说一个轻鱼的树 他们就要砍掉了 不况一个干枯的树呢 耶稣自己把自己比喻做 是一个有生命的树 轻鱼的树 但是其他的树呢 有罪的人呢 是一些干枯的树 所以说 连我这个义人 耶稣自己这个义人 他们就要被杀害 何况别人呢 所以他来安慰这些妇女们 所以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保养 这一个榜样 不只是他口中讲的一个例子 或者一个故事 而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自己走了这么一趟 就是走了一趟 受苦 受难 死亡 这样一条路 让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 并没有说 让我们跟随他的人 事事平安 事事顺利 他偶尔告诉我们 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所以越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耶稣告诉你这句话 越想念说 你会有苦难 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方法 所以呢 他说你们放心 我已经战胜了苦难 耶稣在安慰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人们放心 这个苦难呢 耶稣已经替我们战胜了 所以通过今天这个福音 我们看到重点人物之一 尤达斯 尤达斯本身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后来为了三十块银钱 出卖了老师 然后呢 上吊自上 真正他最大的 尤达斯啊 被两千年来 被教会认识的人 或者是认识的人 都认为尤达斯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是不是真的错误的 是错误的 出卖了他自己的师父 那么呢 博多禄好了多少吗 哎呀 博多禄也没有好多少 三次也不认识 那么保禄好多少吗 保禄的话 也没有比尤达斯好多少 逼迫基督徒啊 但是为什么保禄啊 博多禄啊 后来正在教会大注尸 而尤达斯却叫死了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失望了 绝望了 自己说我出来卖了一人的血 所以啊 也没有真正的悔改 就去叫死了 所以我们人 我们如果我们有罪过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过 天主既然是仁慈的 就必宽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一定以尤达斯为一个警醒 就是不要对天主失望 不要对天主绝望 而要完全地顺服天主的旨意 同时呢 信赖天主的慈悲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求祝福福天 请为世界所有民主祈祷 使各民主间中人界 救主十字架的牺牲 而和睦相处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提我们 请为患病与遭受灾难者祈祷 求主借他的苦难赐给他们力量和能耐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提我们 请为王者宁洛舍祈祷 他曾借洗礼接受了原生的种子 愿他与诸圣远相聚 为此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福提我们 上主 仁慈敌父 你的圣子为了我们甘愿背负十字架 求你看基督受苦受难的功劳 福提我们的祈祷 祂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祢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罗会的果实 外面灵呈现给祢 使成为我们以生命之粮 祢赐给我们的精神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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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 请你接受我们所呈现的礼品 我们今天为纪念祢圣子的苦难 举行圣祭 求使我们能分享祂为人类传来的永生 祂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我们的精明同在 千举心下上 我们举心为下上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的天主 祢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祢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基督为救世受难 和他光荣复活的日期已经临近 这是他克服魔鬼傲慢的日子 使人类得救的伟大庆节 尊为的天主 天上的天使永远在祢面前 欢欣赞领祢 朝拜祢 求祢恩赞我们 祢和他们前姑弟同声欢呼 圣圣圣圣 上主 万元的天主 祢的光荣充满灵力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 祢而来的 单受赞领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子的根源 因此我们肯求你 叛选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赞领祢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胜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基督我们传道你的圣事 我们发送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明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恩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学 并因圣神合而而一 上主 求你纯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事人员 都在爱的中日去完善 求你纯念你的仆人林若瑟 你从人世将他召回 他竟然圣死 和你的圣子一样的死亡 求你也是他 和你的圣子一样的复活 求你也纯念 或者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荣的圣母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同仁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生若瑟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那一代 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 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领你 献耀你 全能力天主圣父 一切忠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会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请尊重旧主的讯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日父 愿你的民受信仰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重行在人间 流通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十年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宣优 但救我们灵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牵着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佛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恢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 按经环节 你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粮 求你随便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粮 求你随便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粮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粮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昭来父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我大夫妻 到我心里了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全力 能指不是奶受了服事 而是奶服事了 并献出自己的生命 做大众的暑假 请看天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家祈祷 全能力天主 你在这圣地中 为我们证明你圣子受难的奥迹 求你使我们坚信 你借基督的暂时死亡 给我们换了永生 祂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力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教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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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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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